好冷喔 是啊 天氣這麼冷到底是想怎樣啊 前幾天不散很熱嗎 是啊 幹嘛一直敷衍我啊 你只穿這樣然後一直靠背冷 我還能說什麼 誰知道外面這麼冷啊 你一整天在家 飛到連外面天氣都不知道了嗎 哼 你這就不知道了 現在的廢宅才是真正的贏家 不出門等於就不用接觸人群 不用接觸人群等於就大大降低染病的風險好嗎 你看吧 趕快多加點衣服 就知道你會冷 我幫你多帶了衣服出來 什麼 學長也太貼心了吧 什麼意思 來 快穿上去吧 我才不要穿 還要為什麼帶女裝啊 欸 你不是平常出門玩都要換女裝的嗎 我要讓觀眾朋友出門再穿女裝好嗎 你不穿的話就會一直打噴嚏 然後也變得咳嗽 感冒 發燒 最後就要居家隔離 你是想要痛苦的隔離 還是要輕鬆的穿女裝呢 撒 選擇吧 很好 讓我回家 啊 這不是阿嬌嗎 好久不見 你們不是那個服裝搭配師 看來你已經習慣穿女裝了那阿嬌 沒有 在這邊遇到你們太巧了 我們正要去幫暖暖搭配冬裝呢 家政 所以 所以因為遇到我們 所以要來讓我們比賽 看誰可以幫暖暖配出最好幹冬裝嗎 沒錯 這一次就在用小學家正來一決勝負吧 你們是要讓我拯救穿女裝嗎 笑什麼啦 但是莫名其妙是要覺得什麼勝負啦 又沒有要讀什麼東西 獲勝的人 我們這裡會贊助去防風功能的衣服 給優勝者 家政 好 不開始吧 更容易被說服 第一題 臉部 冬天時的臉部容易受寒 請兩位來幫暖暖弄一個防寒的物品吧 臉部嗎 A few minutes later 時間到 首先先來看阿嬌的家政 幹嘛 這個完整保護了頭部和臉部 保證百分之百不會被寒風清洗好嗎 百分之百會被警察抓走 糟糕 暖暖露出了一副 我真的要穿這個東西嗎 的眼神了家政 什麼意思啦 那麼看學長的 什麼啦 怎麼弄的啦 我皺了一個蕾絲面罩 除了外觀柔美之外 外層還蓋了一層部織布 兼具防寒效果 並帶點過濾粉絲的功能 是兼具功能性的防寒小窩啊家政 暖暖露出了這個東西 好像穿上去的眼神啦家政 不要一直喘下他的心情好嗎 那麼下一題 披肩 披肩也是冬天必備的保暖聖品 來弄個披肩暖暖暖暖呼呼吧家政 剛剛是用了三個碟子嗎 A few minutes later OK 我們來看一下阿嬌的作品 什麼意思 這 這是兼具切頭頹廢感的披肩 這只是一堆報紙吧 不要吵啦 這麼短的時間難得弄出披肩啦 我就不信學長可以弄得出來 你看吧 學長的還不是破破爛爛的 請你先開披肩看一下內部 是 內襯竟藏了一堆暖暖包 這披肩雖然單調 但裡面縫了一層可以放暖暖包的夾層 好厲害 暖暖包包暖暖 剛才講冷笑話嗎 最後一題 手套 自己原廠的部分 來做出一個冬天保暖的手套吧 A few minutes later 時間到 先來看阿嬌的 這一次進去時尚趕弄了一個有動手套 這樣手指的部分不就會動張嗎 家政 靠北對齁 那來看學長的 我就這樣被帶過了嗎 這不就是很普通的手套嗎 把電燈關掉 我們在外面上要怎麼把電燈關 為什麼可以關掉 這 為什麼會發光 我在每個手指頭上都裝上了微型LED燈 這樣夜晚在外走路 不僅保暖還非常安全 你什麼生活智慧王嗎 天啊 這簡直就是 閃耀暖暖 什麼意思啦 那麼最後 就來組合大家的搭配吧 首先先來看阿嬌的搭配 城市頹廢風的配色與玄霧 讓整體的形象整個叛逆了起來 沒想到這些東西配起來 竟是一款特別獨立的潮流啊 太好了 那麼接下來看學長的 這是什麼意思啊 幹嘛那些東西咧 這難道是 閃耀暖暖與EFA新世紀福音戰士合作的出號機套裝 什麼啦 突然今天變成怎樣啦 不止全身防寒 全身保護的機殼 更是百分之百防疫 簡直就是目前社會最需要的套裝啊 到底 這一次是學長的勝利 這是什麼關上溝結的比賽 阿嬌 這次的獎品就讓給你吧 因為現在的你 比我還需要 什麼 男人之間的友情 真的令人感動啊 那這次的禮包 就讓給阿嬌把家政 太好了 這是什麼 天啊 這是極具防風功能 閃耀暖暖與EFA新世紀福音戰士合作的 明日相套裝 不要回家 不出門等於就不用接觸人群 不用接觸 不 所以因為遇到我們 所以 所以 因為 所以 所以 因為遇到我們 所以要 太多說語了吧 所以